前几天发生在伦敦格伦菲大楼 Granfield Tower的大火 造成了超过100户人家无家可归 如今为了安置这些可怜的受灾户 政府大手笔在附近购买了68间豪宅 让他们可以尽快安家 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 英国政府已经赤资1000万英镑 约新台币3.86亿 在灾区附近的肯兴顿区 Kensington购买了68千豪华单位安置灾民 地产公司Saint Edward将这些市价值1.6亿英镑 约新台币60亿的公寓以成本价卖给政府 帮助政府安置这些无家可归的受灾户 这些豪华住宅区拥有健身房 游泳池和24小时保安等设备 目前不清楚灾民是否能够使用这些设施 居住在格伦菲大楼的人多数都是领取政府救济金的贫苦人民 这场大火让他们有机会住进这些天价的房子当中 伦敦金融城政府发言人表示将会尽一切努力帮助格伦菲大楼的受害者 目前已经提供了8个区域的福利房 还将会在伦敦新建3700个居所 为了帮助火灾受灾户 政府大手笔购买豪宅安置他们 且发展商也同意用原价将豪宅出售给政府 这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 可是竟然真实的发生了 有时不禁令人反思如果事情发生在自己国家的话 政府会怎么做呢 感谢观看